会在七土区东新街91号附近属于国有财产署土地 每当下大雨时泥流就会往下流 恐将影响到行车及停车的安全 机动市议员张耿辉特地和区长冯吉安 以及当地长新里长姚秦富一起办理会堪 要求国产署要维护好自己的土地 盖棚布 然后国有财产局要用沙包暂时去用一下 然后等明年京都开始 好像已经开始了还没处理 上一次虽然说国有财产局因为金卫的限定下 没有立即的把比较完善的把它处理好 只有用太空包暂时把它围起来 但是我们今天跟区长比长到现场看的情形 已经整个在去年所铺的作胶盘布 已经都把它覆盖掉了 所以说我们真怕到时候 这都是没拒绝再来的话 这个没有马上迅速处理的话 会造成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 所以刚刚新的年度 我也希望保管这个土地 所有钱的国有财产署 你们要立即的来处理 不要炒出来的命 那我们会赶快 行为人给国有财产署 请他赶快来做这个互扑的工程 张耿辉也请七土区公所 将会刊的结果转给国有财产署 加强维护管理 避免大雨来时发生意外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